大家好,我是大营 在家做锅贴的时候,有人用面水,有人用淀粉水 其实这样做都错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正确的做法 全家人都爱吃 首先准备一些猪肉,切成小块以后放到搅入机里搅碎 要可以直接买成品的肉馅来做 肉馅全部嚼好以后,放入一个大碗中 加入一勺食用盐 适量的鸡精 生抽 老抽 蚝油 切好的葱花和姜沫加进来 浇上熬好的热油激发出葱花和姜沫的香味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调肉馅的时候加入食用油,可以使肉馅更加的顺滑,也不会发柴 搅拌均匀以后再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鸡蛋可以使肉馅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内滑 这个肉馅可以说是一款万能的馅料了 无论是包包子,包饺子,做馄饨都非常的好吃 把提前洗干净控干水分的韭菜切碎 当然这里如果大家喜欢吃其他的蔬菜也可以加进来 切好的韭菜放入肉馅里 这个时候先不要着急搅拌 把里面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再给它搅拌均匀 加入食用油能够很好地锁住韭菜里面的水分 这样做出来的馅料鲜味十足 像这样我们的馅料就已经搅好了 闻着就特别的香 先放一边备用 这是在超市花两块钱买的饺子皮 取一张饺子皮 放上调好的馅料 然后在饺子皮的两边抹上适量的清水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饺子皮沾得更牢固一点 两边捏紧以后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以后放在案板上备用 中间留点空气防止粘在一起 下面再准备一个小碗 加入一勺面粉 再加入一勺淀粉 加入200毫升的清水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加入三克的食用油 搅拌均匀以后放一边备用 平底锅预热刷上一层食用油 然后摆入做好的生胚 开中火慢慢的煎 一直煎到底部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调好的面水 从生胚中间的缝隙倒进去 面水能没过生胚的一半就可以 盖上盖子 煤五分钟 把水分收干 时间到了 水分已经收干了 哇 好香啊 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可以看到底部焦黄焦黄的 特别的漂亮 外皮焦香酥脆 真的是太美味了 自己在家动手做 干净又卫生 比外面卖的都好吃 喜欢吃馅的 赶快试试这个做法 比饺子好吃 比包子简单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见